當地時間7月14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東盟外長視頻會議上表示 美國拒絕中共在南中國海提出的非法海洋主張 拼承諾與東盟國家打造戰略夥伴關係 美東時間7月13日晚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國務卿重申美國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承諾 拼強調東盟在印太地區架構中的重要作用 國務卿和東盟外長承諾繼續建設東盟 美國之間以人權和基本自由 經濟繁榮和牢固民間聯繫為基礎的戰略夥伴關係 聲明說 國務卿強調美國拒絕中國在南中國海提出的非法海洋主張 拼重申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站在一起 直接面對中共的威脅 中共則拒絕接受美國的批評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北京舉行的吹風會上表示 美方在南海故意挑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利爭議 在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挑撥離間 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每年有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通過南海水道流動 這條水道還包含豐富的漁場和稀田 中共單方面宣布U型狗斷線 與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印尼和菲律賓等所有 有東盟成員國的專屬經濟區重疊 聲稱對南中國海的大片海域擁有主權 今年7月11日布林肯重申了美國2020年7月13日 宣布針對南海海權聲索的政策 即美國政府否定中共對南海的大部分主權的主張 這個跟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去年重申的一樣 蓬佩奧當時表示 北京對南海大部分地區的近海資源的主張 是完全非法 許通過欺凌進行控制 布林肯還呼籲中共要遵守國際法義務 停止挑釁行為 並採取措施 向國際社會保證中國致力於維護基於規則的海洋秩序 尊重所有大小國家的權利 除了南海 湄公河也成為美中競爭的新陣線 北京利用對河流水域的控制權 一直在積極滲透湄公河下游的國家 拼向這些國家殺錢 美國國務卿美東時間7月13日晚的聲明中說 布林肯承諾美國繼續支持在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下 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湄公河地區